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平来 欢迎来到民族政线 那么现在突然之间 美国跟欧盟就不同调了 突然之间这个英国前首相约翰逊 也开始接这个德国的老底了 然后这个荷兰的阿斯迈尔公司 拒绝执行美国对华的禁令 突然之间这个转变 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欧盟外交代表 欧盟对中国立场有时不会与美国相同的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 10月22日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 讨论中欧关系 他指美国是欧盟最重要的盟友 但在一些情况下 欧盟与美国对中国的立场或态度不会相同 他指欧盟需根据最近的事情发展 更新对中国政策 尤其是根据美国11月7日公布的金片禁令 它涉及大幅减少中国在半导体领域获得美国技术的机会 欧盟在更新对中国政策时需考虑美国这个决定 伯雷利说 技术战队不久将来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而半导体确实是21世纪经济竞争中最基本的技术问题 他指欧盟还需处 还需与处境相似其他国家对话 例如日本欧盟也需与美国保持对话 他表示欧盟与北京的沟通渠道需保持开放 他说甚至美国人也没要求将他们的经济与中国脱钩 欧盟也没必要这样做 他指欧盟与美国需一起努力 因为美欧与中国关系所发生的事 会是这个世界的标志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很简单 就是美国挑欧洲 挑日本 挑什么澳大利亚 挑加拿大 一起跟中国就是玩脱钩 但是玩到最后 他们都发现好像都是假的 为啥都是假的呢 我们拿澳大利亚举个例子 那澳大利亚有大量的农产品 输送到中国大陆 对吧 中国大陆每年从澳大利亚购买各式各样的农产品 以及呢 这个矿产 包括一些能源 包括一些液化天然气 也有 对吧 那煤炭这些也是买的 等于说 中澳之间的这个贸易额是非常非常庞大 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项目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欧洲也是 你欧洲跟中国从来没有任何的地缘政治的威胁和战略 或者我对你有领土争端 我曾经对你大屠杀过 你对我大屠杀过 像中日这样的这种 没有 没有历史恩怨 什么也没有 你应该跟中国紧密的联系 尤其是在欧盟的层面通过那一份 中欧投资协定 对吧 而且你的国内这些项目应该让中国的资本进来 对吧 现在是变成什么 你们在WTO说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但是中国这几年的转变就告诉你 它就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对吧 让你可以在中国 就是在公平的来竞争 当然除了一些国有企业垄断的一些领域之外 其他的领域 你可以就需要你的技术 需要你的各方面的管理能力 这方面都需要对你自己开放 但是你欧洲 你欧盟呢 对吧 中国想收购你的一些企业 都是以国家安全为由 就不允许收购 但这是影响你自己 你看看 比如在英国的晶片厂 德国的晶片厂 包括汉堡港 包括很多一些项目 这些厂子没有中国资本进入的话 是盘不活的 这是双赢的项目 但他们总是 美国一个电话打过来 你这不允许搞 然后他的亏理马仔 就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最后输的是谁 本来这个厂子中国资本注入以后 它就是活来保持运作 对不对 我们看到 比如说我们就举例子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的那边的项目 那些钢厂 那些一再一路的项目 原本中国资本没进来的时候 那都是电影倒闭的 那现在中国资本一进来以后 重新焕发活力 对吧 比如说你在塞尔维亚那些钢铁厂 马上就是什么 自残自销了 用于这个建设 对不对 多好的项目 但是他却要说 以国家安全的概念 来阻挡中国的资本进入 这资本在你的地盘上 要做什么 都是受你的监督 他都不行 北约一个军政组织 一个政治军事同盟组织 也要来插手 中国对欧洲的 这个所谓的 大型基础设施的收购 你他妈是玩 五枪弄棒的 他来管到经济上的事情 这就是不正常的 那么欧盟呢 我们要讲 为什么现在会讲这个话 很简单 你挑唆澳大利亚 挑唆欧洲 跟中国搞脱钩 他们呢 还正当一回事了 大哥说的 我们就要去做 他们还真是这样做 但美国呢 美国鼓吹跟中国脱钩 伯雷利也说了 好像美国并没有 跟中国脱钩嘛 对不对 双方贸易额达到 七千五百亿美元 那是 这个每个月都在 都在递增的 都在这个增长的 项目越做越大 贸易额越来越庞大 对吧 美国把原来属于 澳大利亚的 属于欧洲对华的 那些生意给抢走了 给抢走了 所以说 你看看 他们到最后 他们都被涮了 对吧 为什么澳大利亚 阿尔巴尼斯要上来 推翻前任莫里森 这种对华的 无厘头的这种敌对 因为他也发现 美国怎么 你天天就是叫我 跟中国敌对 我也很认真的 去敌对他 但是你们 你跟中国 把我的生意给填补了 对吧 把我的生意给填补了 欧洲现在也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说你会发现 一件事情啊 另外一件事情 据于美同调 荷兰 阿斯迈尔设备销中国 将自行决定 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 加强制裁的同时 不断拉拢晶片盟友 跟进 钳制中国 荷兰外贸部长 施雷纳马赫 周二表示 荷兰将捍卫自身经济利益 决定是否出售晶片设施 不会完全配合美国 由于 艾斯迈尔 对先进制程的研究与推进 有着举足轻松的影响力 一直是美国积极拉拢对象 不过 与此同时 中国也极力争取 艾斯迈尔的支持 习近平与荷兰首相 吕特在二十国集团 会议中 会面时曾表示 为了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不愿与中国脱钩 或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不应 这个施雷纳马赫 上周曾表明 荷兰不会完全遵照 美国金平禁令 一同抗中 因为这样势必会导致 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断 他昨日在重申 除了考量国安问题 也将做出能捍卫自身经济利益的决定 意味着荷兰能有意 保留进入中国市场机会 也就是他拒绝执行美国的统帅令 统帅令 确实也是啊 你阿斯迈尔一个 一个照机器 照设备的 照光刻机的 对吧 那你光刻机你是生产设备 那中 你都给中国禁止了 都不搞生产了 都不造晶片了 那你这个机器 照出来卖给谁去啊 对吧 中国需求量多大 啊 原来呢 原来呢 他们都说啊 我这个 这个DUV的可以卖 EUV的不卖 因为是水平比较高的 美国不允许他卖 现在他说我管你 我去你妈的 我我就是要要卖 怎么样 对吧 因为因为这个东西就这样 你完完全全 没有中国去平衡美国 你被美国就随便的揉捏 啊 揉捏啊 就就这样子 所以他们要醒悟啊 对不对 你们欧洲现在要说什么 就是欧洲的民族主义 欧洲的啊 右翼要崛起 大崛起啊 这样的话才能够去 摆脱啊 自己身上的枷锁 为了你自己本民族和国家而奋斗 而不是说 由一群傀儡来操纵你 自己的这个这些国家 啊 在欧盟的基础之上 啊 那帮可萨人压制着整个啊 欧洲 把整个欧洲的利益啊 全部给压制了 对你进行操控 血统融合渗透 啊 大家都看到什么 希腊意大利啊 什么哪里一船皮一船皮的 所谓的偷渡者 到欧洲去 都是老黑 这些人来欧洲干嘛 谁在阻止他们 谁在把他们往欧洲送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政客 不去出台法案 去禁止这些人 应该把他们给遣返吧 但是没有 把他们留下来 现在你去看西欧 像法国啊 像意大利啊 这些地方 很多老黑和白人女子 生的啊 那种杂 那种杂种啊 没有自己的啊文化 没有自己的对 这个文化的传承啊 生出来就就是就是吃 喝拉撒 啥都不会 吃喝拉撒啊 就是吃喝拉撒 然后白的跟黑的 生出来一个卷毛 对吧 卷毛再跟黄的 再生出来一个 不知道是那啥玩意儿 再跟一个 就是啊 再和一个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啊 生阿拉伯什么 再弄出来 就就就就 对于这种文化传承都没有了 文化传承没有了 现在他你的经济各方面全都没掌握 你今天你欧洲 阿斯迈尔不跟中国做生意 你的厂就倒闭 就跟原来给华为供应的那些供应商 啊 几乎全他妈倒闭了 安卓没有这个华为 他损失得多大 还有这面公晶片的啊 全倒闭 裁员滚 完蛋 倒霉 你出事啊 那美国 我为了干你 我自己能死了 无所谓 他敢不听话 美国特务 FBI会上门找他的 啊 在他家里面 撒一泡尿 你回家一看 啊 怎么有脚印 有尿 对吧 让你生活在恐惧当中 对吧 就比如像那些中国的那些 想回国的科学家一样 啊 呃 上楼梯不要心 从楼梯上滚下来 摔死了 啊 抑郁症 自杀了 啊 他就给你来玩这个 国家恐怖主义 对吧 所以我们再来看 现在又更加搞笑了啊 德国曾劝乌克兰投降 呃 英国前首相 啊 约翰逊爆猛料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22日 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葡萄牙分台 在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后 德国曾一度 劝基辅当局投降 而法国是 直到最后一刻才相信 俄国总统普京会发动全民入侵 至于意大利 则回避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 根据约翰逊的说法 2月24日之前 欧洲各国政府的情绪非常不同 当时对乌克兰没有团结和明确的支持 约翰逊说 德国一度认为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将是一场灾难 最好迅速结束的一切 乌克兰应该投降 他认为 柏林的动机是出于一些震荡的经济原因 德国人他是 要为这个钱而奋斗 现在这个约翰逊他就爆料了 人家已经卸任首相了 就给你爆料了 当时接触的那些机密会议 都给你爆出来 约翰逊补充说 我不支持这种观点 我认为这是一种灾难的做法 但我能理解他们 为什么会这样做推理 约翰逊继续报谋要称 即使在法国直到最后一刻 他们也不相信 普京真的会发动全面入侵 CNN报道提到 法国军事情报局局长维多 三月请辞 据传部分原因 正是他并未将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内陆考虑 约翰逊还批评了 罗马当局最初的态度 他指出 由于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 当时意大利总理德拉吉的政府 有一段时间一直表示 他们不能支持伦敦的立场 即使极有必要对俄罗斯 做出严厉反应 不过约翰逊强调 二月二十四之后 情绪很快发生了变化 德国人 法国人 意大利人 美国总统 拜登 每一个人都明白 根本没有选择 因为无法与这个人 普京谈判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 约翰逊说 现在我非常欣赏 欧盟的反应方式 他们团结一致 制裁 严厉 他的傻逼呢 你看 这种人多不靠谱 大嘴巴 在这里批评欧洲 对吧 他就说 就是 GCG中 他 约翰逊 都是对俄罗斯总统 普京是最强硬的 对吧 连美国总统 拜登都有所犹豫 就我最强硬 就我跟毛泽 想对着干 我就不怕他们 他们敢拿核弹来找我吗 不敢 然后他就说 你看德国要叫乌克兰 赶紧投降 对吧 法国 情报能力很垃圾 他还特地讲了 这个法国情报局长 三月份辞职这个事 说情报很垃圾 天天就知道 吃他妈 法国非鹅肝 喝红酒 吃牛排 对吧 开他妈杂交派对 意大利呢 也一样 天天麻痹就知道 足球 他妈撩妹 打炮 派黄带 就知道这些事情 是吧 就他 天天就是一个 一个政策家 连美国总统 拜登都吃呆了 所以他就爆出来 这些料 当然能知道 就是说欧洲 是一群怕事的东西 当然他自己 也不是啥好东西 你英国支持俄罗斯 支持这个乌克兰 跟俄罗斯干 你现在英国 通胀多少呀 多少人是穷人啊 多少人在家 食物跟暖气之间选择 免费发放食物的那些救助站 有多少人去排队领食物 这不就是你们这帮他妈婊子搞的吗 你们自己他妈的批这些款子 什么援助到乌克兰 都自己分赃分掉了 是吧 进入到自己的基金会 在海外还他妈度假的 是吧 干嘛的 爽的很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非常非常扯 你看那个欧盟跟美国 现在又什么的 又要搞起来了 对吧 荷兰又不满意美国了 搞到最后都是为了利益 他们发现搞到最后 他们自己一根筋 真正的要跟中国干 发现最后美国 他们跟中国做了大买卖了 那德国也看到了 那德国看到 也说 我也来做了大买卖 所以我要访华 法国也眼红了 哎呀 你们都跟他做大生意了 哎呀 我也要去 向中国申请访问 都是他妈这一群东西 为了利益 可以他妈的 相互出卖的东西 没什么好可怕的 东神西向就是一个大事 好吧 谢谢各位知 谢谢